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很少介紹這一種很小款的這種 算是比較小品的變形金剛商品 不過這次因為這支真的很特別 我就在這邊跟各位做介紹 同期你們一樣還是可以拿到另外一款 在你買的時候還有一款像這樣子的另外一款行動組 機動行動組 這一次搭載這個東西叫做目標戰士 當年的行動戰士 那地球崛起呢 他引用了這個G1地帶系列的這兩個角色 我個人覺得很有梗 G1地帶的角色 這也是出自雷神司令官司系列 當然看美版日版他放在哪裡 那這次呢這一款是 二合一戰士太空說 也就是G1地帶系列很有名的二合一戰士那個系列 這次他一樣這個角色官方給了他 16個變形合體步驟 他直接打成一個 變形合體步驟16個 那是不是真的有16個等一下我們來介紹 然後勒 這一次還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小小小小的更動 跟各位解釋一下 說明一下 這次你會看到官方呢 給了他這兩個角色 這是我把它分成後段跟前段 前段後段 他前段呢 給了一個像這樣子 這個名字是他前段的名字 這一個 是他後段這個角色的名字 其實呢我不知道為什麼官方的 思想法在在哪裡 前段這一支呢 原本他的名字呢 並不是這樣子稱呼他的 前段的名字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剛好有法典 各位看一下 法典裡面呢 給你看 等一下 這邊 我在這一本法典裡面 你會發現太空說的前段 名字應該是這一個 而不是這一次官方盒子上面的 這個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更動成這個名字啦 如果知道的朋友呢 再麻煩跟我稍微說明一下啦 好不好 會幫我撈一下留言 那大家也不想看盒子嘛 那不妙說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商品的介紹吧 這次從盒子裡面取出來的猴子 盒子裡面取出來呢 是像這樣子的兩個 小小的目標 行動戰士 目標戰士 好 那當然 這一次啦 他給你的盒子 盒子你也千萬不要丟掉 因為呢 這次很靠北的山裡面 一樣給了你一片像這樣子的 地球崛起的一個地圖 你只要這張不見了 你的地圖就不完整了 所以盒子你要先把這個剪下來 再把它丟掉 好不好 記得 然後一樣回收 愛護地球 那一樣兩個角色啦 有這次給了你一張 像這樣子的說明書 說明書呢 打開就是這兩個角色的 名字 跟他的一個如何變形 號車play的一個方式 變形方法 各位你們有興趣的話 在自己把它 暫停定格來看啦 就基本上只是這兩隻的變形方式啦 然後跟一個 可以搭載在上一款那一款 鐵匠的一個 火箭發射模式 其實不一定要是鐵匠 別支也可以 他只是拿鐵匠來做示範而已 鏡頭把它拉低一點 OK 那這一次呢 這兩款呢 我們先直接從 我一樣 跟剛剛說明的一樣 前段跟後段 前段後段 那這次我先介紹這款 前段 那這當然 太空車的前段呢 造型上來說 他使用的胸口 是一個非常鮮紅的 一個紅色 然後搭配一個 白色的 外殼 然後旁邊這邊 這兩個地方呢 是他的手拿的手槍 看得出來 其實非常明顯 就是兩個手拿的手槍 那可動性呢 當然手這邊就是一個球型關節 搭配一個伸縮關節 所以只能這樣殺罷著狗 都沒有問題 手臂手都是不能 手軸是不能折虛的啦 那當然 這一隻啦 他的腰呢 因為病情結構的關係 是有一點點腰轉的 不過會被這個零件 給限制住 所以他腰轉幾乎是零 除非你把這邊打開 拉起來 他的腰就會有一點點腰轉 不過這樣很難看啦 看你 那 骨關節是用球型關節連結 所以前踢腿後踢腿 沒有問題 沒辦法左右旋轉 膝蓋變形結構的關係 可以折曲這麼高 超過90度 當然這是變形結構的關係 那當然這一款啦 他在變形之後呢 他也是可以搭載在 你之前有拿過的那一些 其他比例的 變形金剛一起把玩 等下會跟各位再講 這是前段的一個造型 長這個樣子 OK 那來介紹這款後段 後段呢 就各位看到這樣子感覺比較強壯啦 因為他背負著整個後面的推進包跟翅膀 看起來就會比較壯 可動性一樣是落賽的 手這邊就是一樣一個球型關節 前後 左右 三八十五度 球型關節沒有問題 腳勒這邊一樣是一個球關節連接 前後踢腿沒有問題 膝蓋折曲一樣 變形結構的關係 可以超過90度 其他就沒有了 這款沒有腰轉 就是這樣子而已 噴射器 噴射器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NASA的Mark OK 那 沒有了解啦 這兩款商品呢 拿到呢 都可以單獨獨立的分別 變形成太空桌的前段跟太空桌的後段 那我們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吧 先從前段開始 前段的變形呢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把這邊這一個 地方向上翻折 把這裡 疊過來 手臂這邊有兩個 上下的關節把它向上拉向下拉 隨便你 在拉起來之前呢 先把腰做一個旋轉 轉起來之後呢 這邊把它收起來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把手臂像這樣收納 這樣 這邊左右扣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就變成一個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一塊零件把它 扣在這裡 把兩邊都固定住喔 它就變像這個樣子 後面有兩個像子彈噴氣孔的東西 沒有錯 把這一邊這個握把翻出來之後呢 這一隻 可以變成 你的 其他角色的 武裝 不管是拿在手上 還是裝在旁邊 都很可以喔 都可以變成它強而有力的輔助 啾啾啾啾啾啾 個人是覺得啦 單體之外呢 也可以跟其他角色做連動 是還不錯啦 那下一隻 這一款 後段 後段的變形呢 就稍微複雜了一點點喔 首先 你要把這邊翻出來 轉過來之後呢 後面這一塊 向上翻 然後呢 這個地方把它收納進去 旋轉進去這邊 這邊 接下來呢 左右把它 接合起來 一樣旋轉 旋轉然後這邊跟這邊扣上 這樣 然後呢 這邊左右 把它組合起來 當然在這個模式下啦 你一樣可以把這邊翻出來 讓它變成它的 手拿武器 因為它這邊有很多噴氣口嘛對不對 這個噴氣口 就是它發射子彈的地方 就變它強而有力的武裝 好啊呢 可以給其他角色使用 當然 我們繼續接下來的變形 就是這個 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左右這邊你會看到兩個 凹槽對一個凸點 組合起來 這邊一定要這樣組合起來 一定要像這樣子喔 不然你的 雞翅板會稍微有點 繚繚 OK那前後我們都 Standby好之後呢 這邊有兩個凸點 對應到這邊這兩個凹點 頭前凹邊倒下去 就會變成這樣 非常的穩固 不會掉就是不會掉 那這一款呢 太空桌的變形合體呢 就是這麼簡單 輕鬆的就完成了 基本上造型來說 非常的漂亮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身上一些機械細節 也做得非常的好 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大大的 NASA的MARK 左右都有NASA的MARK 太空桌的噴氣口 然後翅膀 塗裝來說也是非常的到位啦 個人是覺得還OK啦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呢 翅膀這邊你沒有 額外的給我兩個博派的MARK 我覺得有點可惜 當然你家裡面如果 一些博派貼紙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貼啦 雖然呢 官方的東西還要用 非官方的東西來補助 感覺就有點怪怪 不夠算啦 官方嘛 從下面看就像這樣子啦 小臉就會有點落曬 畢竟 這種簡單的變形玩具就大概就像這樣子 空洞嘛 也沒辦法 畢竟它就是一個合體 然後官方的商品 大小就在拿在手上啦 當然你這樣子合體模式的情況下呢 這兩個翅膀折起來啦 這邊翻出來 一樣是可以當作是一個 加強版的手拿武器 讓它像這樣子使用加強版的手拿武器 看你自己怎麼玩啦 單體合體都可以做到作為一個輔助使用 個人是覺得 雖然這個是之前就有的設計啦 大家覺得這個其實還蠻有梗的 最起碼你買這隻不會覺得是浪費的 好不好 OK 那這隻就簡單的介紹到這裡啦 其他沒有什麼東西好多說的啦 如果你覺得這隻你尬儀的話呢 當然就去買 馬上去買 手刀購買 我想這隻應該會搶啦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就單純只是這樣子 當然就看看影片就好了 不用特別去入手了 如果覺得我介紹的還不錯 就幫我點個讚 轉發分享 訂閱 如果覺得 這種東西就浪費那麼多時間 還要花十幾分介紹它 開期間 就幫我點個讚 這樣子也沒有關係 你高興就好了 好不好 OK 那這隻就到這裡啦 其他就不多說了 謝謝各位 囉啦